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俩老这么捧 无以为报 我们就是俩普通的说相儿的 你看你这句跟我这句撞一块 把我也演进了 把你也耽误了 只有听相声能这么开心 这叫互动吗 就是你说你看交响乐 芭蕾舞 我不建议你们这么喊 这么喊不行吗 不合适 非常保安给你们弄住就不可 听相声是可以的 允许 这种互动是咱们这门艺术的 独特的特性 就是这样 我叫郭德纲 我们俩人就说 一在一块 先等 等会儿 你咱俩上来点事 好的 以后你要不打的介绍 我就别往我这比回一下行 不用介绍 不用介绍 大伙都了解您 来的朋友都了解 这个我管的叫师哥 我就是大几岁 向上界的中流砥柱 可不敢这么说 人生外号小郭麒麟 这个从我这角度 郭麒麟我还是小号的 因为有郭麒麟了 您得白了人后 对了 没有这么介绍的 于谦老师 你别老师 不用 不必 这说明什么了 什么呀 说明大伙爱咱们 大伙热情 说像是世界上 最简单的艺术形式 我们这倒不复杂 但是也是不容易 把小孩得练 你俩站着说像 刀刀刀刀刀的 还得让您各位爱听 是 这个不容易 这是功夫 所以咱们得努力 一直在努力 还得经常演 老得说 你要老不演的话 观众就多想 这又什么可多想的 一直看你面出 突然间这些日子 这几人没演出 老不露面 高峰有日子没演啊 哦 高峰 高峰没演出 哦 怎么会 高峰我倒听传言 说什么呀 说高峰上泰国做手术去了 这是哪位传过来的 说手术很成功 怎么 留在泰国当娘娘了 哎呦 那还是真挺成功 那这样 这些日子也没看见 郭德纲在剧场演出啊 哎呦 还有人说您哪 那是 郭德纲 也出事了 哎呦 好 不是 我就是 出什么事了呢 说郭德纲学会开汽车了 这不叫事啊 买辆汽车 这辆汽车 三千五百万 这是好事啊 他开这车 他掉沟里头了 嘿 掉 掉沟里了 掉沟里了 这 这 这 说 说 不错 这孩儿交不了朋友 你看见了吗 不是 他也编配您 对 对 我刚开三千五百万的汽车 他掉沟里边了 你说这多糟点东西 哎 听说于谦老师也出事了 这就到我了 嗯 怎么着 所以于老师 于老师是干嘛呢 我有什么事 动树是干嘛呀 哦 哎 拿铁锹跟着刨沟 啊 刨着刨着沟 他在沟里边 然后沟上面来辆车 嗯 车掉沟里边 给他呼进去了 合着我儿像 您得砸死的 我这 没死没死 哦 都没死 说郭德纲 于谦 俩人俩人 在医院里碰去 那就不算什么重伤 说 说郭德纲 那个伤还比较重 是吗 哎 护士们在手上 给他贴了个穿可贴 哎呦 一大帮护士姐姐 怕他害怕 给他搂在怀里边安慰他 这要我贴不贴穿可贴 都无所谓 于老师 也是稍微的 那个严重了一点点 我去安慰安慰 因为他车是下来了 于老师在下面 啊 于老师跟车混在一起了 啊 有几个大爷 就拿勺往外捆呢 好家伙 这我都碎了 合着是 啊 这都是 这都是你不演出 观众就会这么想你 这都不是真的 哎 大伙喜欢咱 是吧 你听见老百姓编的顺口溜 这还有顺口溜 听于谦 不阴天 这挺好 你看 是吧 听高峰 得永生 这就更好了 哎 卖了窗户门 听听郭麒麟 好家伙 真爱听 卖了那个屋的窗户门 听听张和伦 都没有窗户门了 不要爹和娘 听听孟和唐 不要甘爹娘 听听周久良 嘿哈 这都谁编的 都观众们 热心观众们编的 哪个热心观众编这个 张和伦他们编的呢 都自己编的呀 都自己编的 谁给你编这个呀 所以说 咱们得好好地说相 是 跟千尔哥在一起 合作这么多年来 是我的荣幸 您客气 是我的荣幸 真的真的真的 大小我们一块 我刚才在后台 我看他这 冰角肉白头发 我看着 就是那个姿勺的 就岁数大了 小的时候 哪个可嫩啊 这叫年轻 小脸蛋 一掐一兜水啊 您也是太使劲了 哎呀好着呢 是吗 他比我大四岁嘛 小的时候 胖脸 是吗 千尔哥 你掐在水管子上了 要多嫩 有多嫩 哎 你这什么词 一晃 这岁数 我看着其实 挺不是滋味的 哎 那就怎么办呢 老话说 这都是土埋到眉毛的人 到眉毛了 活埋了我这是 不是 形容怕 土埋到眉毛 埋镜子 土埋半截 土埋得多半截的 还得 非得多半截 埋到眉毛也没事 你 什么 玩命睁眼就行 好 没有那么长睫毛 哎呦 土疗 希望您健康长寿 这我谢谢你 真的 我们特别清楚的 知道我们是怎么回事 是吗 我们就是首艺人 咱们这算首艺人 剃头 修脚 说笑儿 唱戏 唱大鼓 说书 卖个报纸 中国菜 上非洲当个娘娘 没有什么区别 这都一样 人一辈子 就是这几十年 你呆着不也得吃饭吗 你总得干点什么呀 是 说笑儿是我们的工作 就干这个 又是我们最大的爱好兴趣 这多好 爱好跟工作合二为一 老天爷带我们不保 这是眷顾我们 尤其是跟千尔哥在一块 说句两个话 郭德纲的艺术 能得一般水平有限 您客气 真的 我的艺术在相声里边 只占百分之十 那百分之九十呢 于老师和他的家人 好 您把他们都算在这道 这些年在台上 没少说于老师的父亲 什么嫂夫人 这个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怎么叫不得以呢 希望大家理解 确实有同行 老先生们指责过我 他们怎么说您呢 郭德纲的相声就听不得 听不得 离了于谦他爸爸就没有活路了 非得说 你看看人家那些个艺术家 人家谁的相声里边提过于谦的父亲 凭什么他们都说我爸爸呀 他们找谁找谁去 我大小啊 七岁开始学评书 我九岁学的相声 八十年代末我开始唱戏 唱了五年的戏 我除了说书唱戏 说相声 我别的什么都不会 这就可以了 说相声的时候 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 捧跟十年 桌子外边走马灯一样的 混痘痕的演员 是吗 谁站这儿 谁说我 他们也说呀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 郭德纲他媳妇怎么着 郭德纲他舅舅怎么着 没有办法 台上就这俩人 相声的表现形式就是这样 第一 这个故事是我们家的事 是 一上台来 跟大伙说一事啊 我爸爸怎么着怎么着 这是第一种 第一人称 第二种就是 郭德纲他爸爸怎么着怎么着 就旁边这位吗 没有办法 如果说第三人称 那这俩说相声太外行了 不能这么说吗 今天我们两个人说这点相声 可以 给您讲一个人呢 这个人家住在山东省济南市 幸福大街 光明小区 进小区往右拐上二楼 有一王大爷 你看这俩说相这么干 这俩人就外行了都不行了 这不能这么干吗 你看 给观众人为的制造了麻烦 怎么叫麻烦呢 山东省济南市 俩观众就聊天 你去过山东吗 我去过 我喜欢山东的刀削面 你糊涂 那是山西 山西不是刀削面 还有那个宽调的那个大 哎呀 你说那陕西 他俩人四十分钟聊面条 也是气迷心 我说的什么 您全没听见 反正是耽误了 我让观众想 他在琢磨幸福小区 光明大道 上二楼王大爷 这俩人太外行了就 都知出 我们要求的是一句话 您就得进故事当中来 哎 我们要快 鱼切儿他爸 简单 这倒是真快 那错不了了 而且这个您观众也能理解 演员也没有什么 当然说手势很重要 是吗 鱼切儿他爸 这不行 这不可以 您幸亏说不行 好家伙 不行就别比划了 我们没有化妆 人家还沾个胡子 演个老大爷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布景 没有音乐 没有群演 没有舞蹈 一切都是虚幻的 全靠我一张嘴 一说话 把您带到故事当中来 就说嘛 所以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就是 哎 鱼老爷子的如何如何 这是假的呀 可不是假的吗 你看电影 你怎么知道 这管这叫爸 不是假的呢 你看电视剧 这俩人一被窝睡觉 你知的是假的 但我这说全是真的 你这个智力 为什么要买票 哪有不明白的呀 都明白 对呀 其实台下真见了鱼老爷子 包括见了嫂夫人 没玩 没玩笑 不开玩笑 对 很规矩 我们这孩从清朝那会儿 就有一规矩 台上无大小 台下立规矩 这是我们的行话呀 你看 我们到了后台 天地君亲师 记在心里边 我们讲究之呢 你到台上 这跟唱戏似的 他95 他演小孩 他儿子 你三十多岁 戴上胡言老生 台上来也是 他是他爸爸 那不都假的吗 是不是 角色嘛 再有一个 有时候你们闹的 我都挺不好意思 怎么了哟 台上有时候 我一说 千儿嫂如何如何 我还没说 你们就乐 这惯性 就是 是我 我是谢谢大家 你们这个 觉得很好 在哪儿啊 说的我怪害臊子 您先别害臊 您先说话 老嫂鼻母 小说的是儿 这真是老话吗 台上说完了 就完就完了 有时候到台下 看见嫂子 我都不好意思 您还有不好意思的时候 我台下 有时候后台 我看见她媳妇 扭头就跑 不敢见面 你 哎呀 她喊我 是吗 你给我回来 嫂子 碰上了 您来了 你别废话 别嬉皮笑脸的 你台上是不是又说我了 不高兴 这假的 假的 这可不是假的 你别废话 你台上说完 你是痛快了 大伙子怎么看我呀 我错了 嫂子 我改 你改得了吗 你 改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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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让我逮着 看我跟你有玩的 死鬼 怎么着 说着说着就变狗气 生气 我可告诉你 怎么着 我把丑话说到前面 眼瞅着这天可凉了 知道吗 天凉了怎么样 穿 穿秋裤了吗 管着管不着啊 嫂子 穿了 你少来这套 你准硬穿秋裤 管这个呢 穿了吗 学回来 管得也太宽了 你说一乐 乐了就完了 乐了你看 高高兴兴的 谁呀 你别 你别以为说 我一说这个 于老师就真生气 假生气 你是在后台 分钱的时候 都乐成什么样了 说这个干嘛呀 指这个痴 哪有那么糊涂的人呢 我们就是手银 全仗着您各位朋友们 江山富老能容我 不使人间造孽迁 郭德纲于谦 代表德云社 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 谢谢各位了 谢谢您 没有工作 也没有工资 全靠着卖票 演一天吃一天 就是这样 您这个每张票钱 我得拿回去养家户口 上有老小小 给老了一份 给儿子上学 养活孩子 给我媳妇一份 可不 给他媳妇一份 我媳妇不用 我媳妇不用你给 拿着吧 对 对付什么呀你 这玩意儿有对付的吗 您 不行 别跟我客气吧 谁跟你客气 给孩子的 给谁的也不要 我都让你们给我带坏 谁 我当年我是 多么欲接兵清的一个人 也得信 谢谢大家的鼓励 向儿其实特别简单 是吗 我给您快乐 你们给我饭吃 就这 这是最简单的了 当然了 不是那么容易干这孩的呀 那可不是 我上外地玩去 我那个朋友 跟我特别好的一个哥们 也在当地 我得跟你商量点事 怎么着 我说您说吧大哥 我都在我们这儿啊 我开了三个巷上剧场了 为什么不卖票 为什么不挣钱 您告诉他了吗 我说大哥 这个玩儿 我说我开一百家同仁堂 也没人上我这儿看病来 你理解我的意思吗 不理解呀 就是为什么我这儿没有观众 我说你那儿观众都上台了 不知道吧 你没有说笑呢 行去 这个玩意儿不是这么简单 他得从小学 你老师一家教一百家孩子 最后可能就落下三个五个子 成才率很低 有的从小也学 学到最后 都五十了 这才通知他 你可能不适合 从事这个工作 就这行太害人了吧 太难了 你看 你包括余老师到现在 我们都没通知他 这我不适合是吗 说相声四门功课 脱鞋就唱 脱鞋唱啊 叫什么 说学逗唱 说学逗唱 对 说这个嘴里都得干净 这是我们的功夫 无论您坐在剧场的 哪一个角落 哪一个字 清清楚楚 送到您的耳朵边 让您听清楚 听得明白 你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葡萄拌豆腐 一都一块 这是干不了 这不行 土子不真不行 说学 学就更多了 学 学说话呀 学表演 你看刚才你俩孩子 学方言呢 这都属于是学 豆就更甭说了 豆呢 听相声为的是开心 姐妹 包括这个唱 唱 现在观众都知道 叫太平歌词 这是我们的本门唱 有人说不对呀 我怎么记得说像 唱京剧 唱平剧 唱大鼓 唱小曲呢 这也唱 那是说学豆 唱的学 这个属于学 你比如说你 你学一段京剧吧 人家有专业的 有院团 京剧院 京剧团 你是不是学人家 是 所以你要学唱 平剧 帮子大鼓 这都是人家有专门干 这个人家是专业 你就是跟人家学 唯独太平歌词 是说像是我们自己的唱 这是我们要学的 这叫说学豆唱 当年余老师为了唱太平歌词 可真下了功夫 那可不是 在太平间待多少年 我在那儿学出来的呀 唱完之后还是喊呢 有不服的 只要不服的 坐起来 你坐起来 我就服 您给大伙唱两句吧 别去 我别唱 雷鸣般的掌声 各位知道 您唱太平歌词好 大伙想听 刚才你说什么 爱听是怎么着 没听见 什么 您唱太平歌词好啊 下过功夫 还非得再说一遍 海平歌词很简单 因为他没有伴奏 这个东西难就难得这儿了 你要说台上有五千人的乐队 你不用唱 你喊不过这五千人 那是 全靠自己 我唱两句你们听听好不好 对 唱什么呢 五龙捧声 有一个明白人 保安把他弄住 这还 这不要明白人 这有明白人不好骗 这呢 请这位先生自军离席 没听说过 我翻脸 买票了 好的 买票了 坐这吧 好 还有没有胆大的 敢点一个 什么 白蛇传 白蛇传 这也是行家 还有吗 单刀会 单刀会 哪儿好像闹五更的 是有很多行家 就算唱完了 什么呀 哪儿就唱完了 唱几句你们各位听一听 庄公大马下山 来遇见了 骷髅到我在尘埃 庄子修 一剑发了 身背后摘下了葫芦来 葫芦里到处来金蛋一粒 那半边红来半边白 红丸 指的是男儿汉 不要脸 指的是女群差 用金簪这个巧牙关 关下了要哭啰骨 得命站起了身来身上 拉住了高头的马 叫一声 先生你听个明白 咱不见金安玉琛我那小妖马 咱不见金箭书香我那小婴孩 这些个东西我全都不要 快快快 还我的银子来 庄子修 文听长叹气 那小人 得命他又要死财 好 这就是太平歌词 这个就叫太平歌词 对 您记住了 说像你说 说学都唱 你唱是什么 就是这个玩意儿 就这个味儿 这叫太平歌词 这顿叫骷髅炭 早先的名字叫死要财 是说像的 都得会这个 这是我们的功课 除了这个之外 其他的就都是学了 什么都是学到我们这都用得上 都学 走着街上看小商贩叫卖 吆喝 我们也这样听 这个对我们有用 这也学 当然现在叫卖就没有了 叫卖不让 我们小时候还都有 过去那个 您赶上过 想当年那个做生意 大生意可以上电台 做广告 小生意就是在街上 吆喝 你看那个同仁堂啊 大生意可以上电台 包括在旧社会 私人电台也是有这个 那是做商 你小生意挑个挑 走了街上卖点什么 你上电台不够费用 不够挑费 你看北京那个卖菜了 过去不就是吆喝吗 精菜啊 挑一个扁单前后的箩 嗯 上菜 辣青椒味 够松软青菜来 扁豆切的黄瓜 加冬瓜买大海鲜 买萝卜胡萝卜 扁萝卜跟鸭的 香车的色的 好西洋菜 一要喝一大套 这都是功课 得学 说像是不是那么简单的 可不是吗 不是说上台来 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儿子 你就会说像呢 不能老说这个 那是啊 好多人就说说像是有什么了 不就站那儿拔我儿子吗 你说那个人家观众自个儿也会喊 人家凭什么花钱看你喊 对啊 人家站街上也行 我是你爸爸 你是我儿子 对吧 人家花钱进来就被听你们喊这个来 不像话 你得有点正经玩意儿啊 对 其实这个都是从小而练的 我昨天学了 今天开始这来不及 那哪儿来得及 那都来不及啊 这个叫货声 对 就是小商贩的叫卖 吆喝 这都得学啊 你包括什么各种戏曲啊 戏曲也得学 说像是男剧男的这儿 比如说您是专业唱京剧的 您知道他都是唱京剧吗 对 在我们这儿不行 我们呢 京剧啊 平剧啊 大鼓啊 方子 小曲 小调 用得着的 在舞台上能够呈现出来的 都得学 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小的时候 那会儿在学员班的时候 一到这儿差不多了 老师就跟我们分别 送到京剧院啊 平剧院啊 邦剧院啊 曲艺团啊 送我们上去听 跟老师学 那就拜师 那会儿就是嘛 那会儿我跟千尔哥 我们就 他那会儿老上京剧团 我喜欢京剧 我那会儿 他们给我送了平剧院 对 他喜欢平剧 他一上京剧院 你想我刚才介绍了 小胖子 小脸蛋一掐一兜屎 那京剧院 那个老爷子们 多爱他这呢 这我 我是有人缘 一进京剧院 那个开门的赵大爷 扫地的刘大爷 做饭的王大爷 拉大墓的孙大爷 怎么全是大爷呀 二十六个大爷 过来就给搂住了 掐嘴巴了 爱他 几乎有人缘 不至于这样 我那会儿小的时候 我上平剧院 正是那个 这个青衣花旦的 小姐姐们 大的二十二三 小的十七八 七八十个大姑娘 我一去了 就把我围上了 早知道 我也喜欢平戏了 大爷们不放 没听说过 要大爷什么事 不能做 就这一个了 挺好 其实是学发声 学演唱的技巧 学完之后才知道 这个东西怎么用 怎么在舞台上呈现 它不一样 有区别吗 我们说一下 难度难在这儿 你要学一样 比如说 你就专业在帮子区院 你就唱帮子 但是你要说 让他唱平戏 再唱京剧 他唱不了 方法不一样 方法不一样 位置 比如说帮子 帮子怎么着 那就是帮子 帮子唱帮子 帮子老生演员 你就听 你就看 他发音那个位置 反正就一句就行 比如说男老生 跟女老生 都是老生 都是一样 你就感觉说 这两种技巧 您唱一个 不是你看 女老生 调子也高 可说声 我的耳啊 才是那么个 低了这个劲 女老生 调子高 我也是欠 他这个帮子里边 他很难解决 就是男女同调的问题 还有男女同调 男老生 你看跟女老生不一样 这个调门 一般男老生唱不上去 调门 就刚才咱们说的 就这一句 女老生这句调门 男老生唱不了 你不用那么高了 男老生也在唱戏 也在活着 所以他就发明了一种 你比如说 有一老生前辈 王庆林 一名叫银达子 这大有名 他唱这个 他就是半说半唱 能说 然后拔高的地儿 用背攻音 怎么叫背攻音 就是假嗓子 前面说话不唱 怎么说 可说是 前面这仨在这儿 他不唱他说 好 可说是 我的 儿啊 这人要不长记性 就吃亏 您知道吗 还有一说 那个爷爷骂孙子 那个 我不听了 爱怎么唱怎么唱 不听了 你不要把这个 我跟你探讨的是艺术 我没听出艺术来 你不要用你那个 狠龌龊的想法 诋毁我们这个专业了 没有 我竟当儿子了 好 家伙 你可得意了 我干嘛呀 我外边挣钱 你家一吃 还了得 他还不干了 这个 这大伙 说了一个帮子的发音 你就会觉得是不一样 那确实不一样 我们要随时调整 你看说像站台上 唱什么 唱个歌 唱个什么小曲 什么 其实都必须熟练的 打过这些个技巧 那就得练 包括好多小曲 之前德军社 咱们唱了好多 找花台了 什么打西箱了 什么这些个了 其实这些小曲 好几百种 那么多呢 好多都已经失传了 这些年我没少干 我就整理这玩意了 这是贡献 我已经整理了一二百个了 好多小曲 有的都是明朝流传下来的 元朝流传下来的 这东西你要再不弄 它就没人会了 失传了 可惜 这竟是我小的时候 七八岁八九岁 老艺人还健在 我就愿意问 人家教 您记得不记得 我总唱那个 休喜红 知道这个休喜红 你看后台好多孩子 也都唱休喜红 这是元朝的小曲 那么早啊 他很抒情啊 怎么唱啊 望外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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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腹七凉 草木凋零 一阵金风过 落叶满中天 思想起郎君一许 老没有灰城 在外漂亮 明月明月明月明明星 明月明曼för 丢月染 온 O My name in the brown 秋月海濡 秋月儿朦朧 秋冲丝金岭 秋秋似金岭 思想起家人一曲 老没有灰尘 在外漂亮 真有点意思 这个小曲叫修喜红 真好 这是元朝的牌子 在明朝之前 清朝之前 在元朝 为什么叫修喜红呢 你看我唱这段唱好多年了 好多观众也会唱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叫修喜红 那您得解释解释 这个丈夫要出门去做生意 临走给媳妇留了一块红绸子 你就攥着她就如同看见我了 有一天我就回来 这是念想 丈夫一走 好多年没回来 媳妇每天拿这块红绸子红布 天天拿着后来就脏了 街缝说你洗一洗吧 这媳妇说这我不能洗 这红绸子洗完之后退了 骰了 就耽误我对我丈夫的这份思念 修喜红 就是不要洗这块红布的意思 这个是从元朝流传到今天的一个牌子 各样的小牌子我还货一百周 好 我找机会慢慢都唱给大家 慢慢来 不着急 抒情的东西 这个不是单纯的爸爸儿子就能卖人钱呢 你就别提这个了 就是他老窜的 你说一个那个 说一个那个 我老窜能这干嘛呀我 他喜欢这些个单纯善良的包裹 单纯是单纯 没善良 你看刚才这个牌子 其实他很艾丸很凄凉 听着也好听 但我们这也有那很抒情的 你看比如打新春 打新春 你看好多老牌子 有一个夸余老师这小曲牌打新春 哪个呀 正月里打吧新春 有鱼签在房中我喜滋滋 拿起来零花照上一照啊 呀呀呀呀哟哟 瞧见我小母眼就爱死个人 哎呀呀哟哟 瓜子脸双眼皮 通关的鼻子红嘴唇 鸭牌四果呢 何甜蜜儿呢 呀呀呀蜜儿哟 你瞧我像不像大帅哥 使得那个洗脚盆 洗脚盆干嘛呀 是个老曲牌 老曲牌啊 用这个来形容一下 大伙您听 很跳跃 很好听 确实是 是不是 当然有时候我的后台 其实很少同志余老师 提这些个专业的话题 这么好听的曲子 您为什么不唱这么普及 有时候很扫兴 你知道吗 怎么呢 唱一个那个 唱个那个 我也点牌子曲啊 唱那 哪个 青楼梦那个 青楼恨 青楼大姐姐那个 我非点这个 你看你非点 你才非点 不是我怎么就点这曲子 因为在小曲的流传过程当中 它出现了很多 风花雪月的题材 哦 其实这些最早应该称之为 明清识调小曲 哦 但是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 后来就逐渐的都失传了 哦 但是庆幸的是呢 因为有大批的人 把它带到关外 哦 带到山海关以外 到东北 所以好多小曲 在二人传的小帽子里边 嗯 流传下来了 哦 人家唱 争对花 反对花 大舞庚 小舞庚 窃舞庚 这带羹子 带紧的 带辙带那个的 包括什么碳清水河 哦 你看后来说 哎 二人传的怎么会有呢 那当年都是北京小曲 是是是 是因为这儿没有了 但是人家流传下来了 嗯 千尔哥喜欢的就是就是青楼那一系列的作品 我干嘛非喜欢那一系列 这个其实咱们单纯的从艺术的角度去理解 那没有问题 比如说 比如说青楼恨啊 青楼梦啊 其实很哀怨凄凉 不是也是很好听啊 啊 就是在一个那个行业里工作的一个女孩 啊 是是 很厌倦 希望 哎 跳出火坑 找一个丈夫 好好的过日子 追求人生的幸福 这也挺好 这个没有问题呀 这个 对啊 而且唱词写得很高呀 您唱一个唱词 您来了吧 你看 本来就是您形容的那么好 好月呀 当空啊 如同波 走啊 有姑娘们坐 就在青楼啊 写一栏杆两泪交流 我有心 从凉啊 跟着那庄家哥们走 怕得是七早贪黑 不得自由啊 一顿一个袋眼的磨磨头 我有心 从凉啊 跟着那说香声的走 怕得是浪迹天涯 不得自由啊 他抽烟喝酒 还要烫头 我说我呢 谢谢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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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